如果失业都是一种犯罪 那你跟奴隶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的古代 最有名的一项罪名就是莫须有 而在六七十年代的苏联 诞生了同级别的罪名 社会寄生宠罪 也就是所谓的失业罪 你失业却是有罪 趁你能信 毕竟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哪怕是在封建社会 你不想工作 你就回家躺平睡觉 挨打打地 你饿死也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在当时的苏联 工作是要被强制安排的 当然好听点 也可以叫做包风配 但是分配后的工作 不管你喜不喜欢 都得去强行上班 如果没有去上班 就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是要被抓去判刑的 其实大家如果都这样 其实也还好 毕竟不换寡换不军 大家都穷 你也不觉得自己穷 大家偷苦 也就不觉得自己苦 就比如朝鲜的很多民众 反正也不知道 外面世界国家的人民 过得怎么样 所以生活幸福感 也就比较高了 但是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当时的苏联 有背景 有后台的人 除了一开始 就能被分配到好的工作 后面也可以随时 调换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上去 但是没背景的大多数人 只能看运气 或者说有背景的人 并没有盯上所有的好岗位 还能剩几个好岗位 给无权无视的普通人 进行抽签选择 当然这个概率 跟中彩票差不多 大多数当时的苏联人 只能自然倒霉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所以在当初这种失业罪的红色恐怖下 苏联当时的失业率为零 而资本主义社会 动不动5%的失业率 充分体现了当时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毕竟当时的苏联社会 给年轻人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 去工作 第二 蹲监狱 干苦役 当时最有名荣获失业罪的人 就是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布洛茨基 布洛茨基生于列宁格了 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 自有受到很好的良好教育 父亲原为海军军官 但因为是犹太人被迫退役 靠母亲的挣钱严家 1955年 布洛茨基绰寻谋生 边工作边写事 但是当时的苏联政府认为 他这是不好好工作的表现 两次把他关进了监狱 开设的精神病医院 1964年 当时的苏联政府认定 布洛茨基利用黄色诗歌 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 背叛社会寄生虫 也就是所谓的失业罪 服刑苦役5年 1972年 布洛茨基被剥夺苏联国际 并将他发配维也纳 然后开始了 布洛茨基幸福的后半生 从住校诗人到通讯院时 最后在1987年 他47岁那年 由于作品超越时空限制 无论在文学上 及敏感问题方面 都充分显示出他 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 布洛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东西 的确对于社会主义 国家阵营的作家 有点文化入侵 政治斗争的一位 不管是第一个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中文作家高刑剑 还是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 中国作家木炎 他们的作品更多描绘出 西方人眼里想要看到的 社会主义国家 在苏联 其实所谓的临时业率 分配工作 只不过是把人民当成了奴隶 不干活就要被罚 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但是即使苏联人民 被当作奴隶来使用 依旧发现工作岗位不够用 还是有大量的人被赶出工厂 当时的苏联为了保住 零失业率的门头 将这些被裁剪掉的工员 叫做干部流动 是不是有种熟悉的感觉 1916年的人民日报 这样批判当时的苏联社会 在苏修的残酷统治下 广大工员像雇佣奴隶一样 被抛来抛去 在流动中 饱偿失业的心酸 苏联我们不可否认 它是一个强国 但是从当下的眼光来说 对于没背景的底层百姓来说 还不如封建主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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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到瓶子